據英媒報導 歐盟委員會經濟事務委員4月21日表示 俄羅衝突爆發後 大宗商品價格飆升 進通帳推至新高 貿易聯繫中斷加劇供應鏈壓力 消費者信心亦顯著下降 歐洲經濟遭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而4月22日 中國外交戶發言人趙立堅對此表示 俄羅衝突發生以來 歐洲不得不承受衝突的直接後果 難民、能源、經濟等多重危機 分治疊來 聯合國難民署4月20日表示 目前已有超過500萬 烏克蘭人擁有歐洲輪郭 造成前組未有的難民危機 受對俄大規模制裁的影響 歐洲多項經濟指標惡化 而作為烏克蘭問題的始作俑者 和最大推手 利國人道主義口號 喊得震天響 但整個3月 只有12名烏克蘭難民入境美國 更質問俄羅衝突爆發近2個月 誰隔岸觀火 遞島控火 甚至以所謂離岸平衡 曾經如理 相信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結果 ут的 發生了 發生了 禮裡 全 repeats